哈囉,我是大叔 歡迎大家來看看 Before the Echo 的遊戲影片 這款是四年前出的遊戲 它的玩法就是類似音樂節奏搭配著打怪 詳細的內容會進入遊戲以後做更深入的解釋 因為光這個畫面沒辦法做太多的解釋 遊戲的內容是英文,所以到時候還會花點時間翻譯一下內容 不過應該並不難,我想應該可以快速翻譯吧 遊戲的內容我有時間稍微環過 因為第一次玩怕遇到不少的難題 然後就卡住,到時候浪費一點時間 那新階段我們就開始新遊戲吧 那進入以後有三種模式 第一個簡單中等難 那最後一個是最高難度的 那因為一開始就玩中等好了 好,開始進入遊戲了 那遊戲劇情部分都是有人配音 然後劇情聽說有長達10小時左右 那這次一開始的那個介紹畫面 這要大概花點幾分鐘 那這是我剛好之前在老家的時候發現到一個節奏遊戲 我記得有印象中有看過 但是那時候不怎麼趕進去 後來看了介紹以後覺得還不錯 就買來玩玩 大概5美金左右 還蠻便利的 不過蠻可惜一點是說他的歌曲沒辦法 他的歌曲並不多 然後到後期 到後期都是重複有點多 這有點蠻可惜就是 但我得說他們的歌曲還蠻不錯的 蠻好聽的 那這邊我就先不跳過了 因為算是很重要的劇情 有點大聲我調一下聲很好了 如果是一個夢想 我的胸心感覺像是被刺傷了 一小小小小 它就要真實 但我怎麼到這裡 我記得 我在我的家庭 準備準備好了 你正在說話 真的嗎 嗯 那裡 我 我 那裡 我 在這裡 我叫 Nya 我叫Nya 我 我 大致上 那邊 都沒辦法 即使做翻譯啦 即使做翻譯啦 我 沒辦法 即使做翻譯啦 我 大致上 這班人總是沒辦法 即使做翻譯啦 我剛才發生了 我剛才睡覺 我剛才想到這裡 我可能會被刺傷了 或 你還沒被刺傷了 你沒有刺傷了 然後 我還沒辦法 I'm not at liberty to say that either look I've been assigned to guide you through the tower which will try its very darndest to kill you at every turn Darndest? Shut up This place is a little creepy I'll admit but I think I can manage go date rape and piss off someone else I'm Whoa what what the hell Dammit you arrogant jerk I'm trying to help you Good go help get this thing the hell away from me Hey is it oh okay it's this one got it What what was that A saving grace hotshot I can't do those often so I suggest you calm down and listen up Okay I okay I'm gonna break down basic training into several lessons You can repeat a lesson if you want or even skip them Though I wouldn't recommend it I'm only doing this once 那這邊是教學了 那我就不進行進學 因為他的教學蠻多字的 我也稍微懶得翻 那等一下一進入遊戲後 我會暫停一下稍微講解一下這個功用 Well that's about it for the basics of combat So we're done? Nuh uh What's a class without a final exam A good one On a scale of one to stop whining Shut your face We're gonna send you through a battle And you're not moving on until you win Fine Alright remember what you learned Good luck Good luck 好 那這邊先直接講 那紅色的代表是那個防守的那跳舞鍵 假如說我 命死掉任何一個方向鍵的話 他就會受到攻擊 那Q跟E是轉壞 好 現在一個方向鍵下來了 看到這邊我的血損血了吧 那表示說如果這個防守的方向鍵沒有按照的話 那我就會損血 那右邊是補充魔力了 那現在由於我 那由於我現在的魔力是滿的 下面這個 30 大概30 那如果 那如果 那每一個攻擊像 這個是攻擊 好 來按攻擊 那橘色這邊就會掉一個方向鍵下來 那必須全部按照才會做攻擊的動作 好 怪物損血了 那假如我想要補充魔力的話 就是到這邊 按方向鍵來收集 那下面有個按向鍵 那個按鈕鍵 那1跟2 1代表說 這個是代表攻擊 那2這個 它是設定成防守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個防守呢 代表說我可以稍微無視這個 攻擊的方向線下來 然後就 損死損的血會稍微小一點 那進去那我們就來 收集一下魔力吧 那黑色這一條 代表是它 CD時間 如果CD時間 還沒好的話 則是沒辦法 做任何的行動 那進去那我們就來解決 這隻怪物吧 那第一關馬非常容易簡單 那好了以後呢 每一關都有獎勵 那這個是經驗值 這是加成 那這個是精準度 以及你那個 遊玩的時間 那下面就是你的那些 方鍵鍵按的那些次數 那右邊是怪物掉落的道具 有95% 75% 跟64% 那純粹就只是 拿道具來合成東西 那一開始沒有任何東西的正常 那一開始沒有任何東西的正常 但是為什麼我 什麼意思 誰知道 我只是你的指 你的狗狗 你的狗狗 我做什麼 那些老闆說 但是相信我 我告訴你 我是在你的旁邊 我想我沒有任何選擇 沒有 什麼現在 什麼現在 新朋友 我想我需要一個名字 那是… 那是Kai 那是個奇怪的名字 你真是真是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就是這怎麼行 這就是這怎麼行 有七層的 你先上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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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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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進去下樓層 你需要一個鍵 你再拿一個後來 嗯… OK 我認識你 你敢動進去 我… 我… 那是… 那些小狗狗狗狗 在近 Naya 我… 過 Child 作詐五 ŭ IDE 喔喔 又要帶一次 適合 那 comparable 和歌曲不同的快威 проч 那現階段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開始攻擊了 那由於攻擊啦 普通魔力只能選一個來做 所以你要找適當時機來使用那個攻擊 這遊戲初始來說算蠻簡單的 基本上後面的歌越快的時候越是手忙腳亂 你很難 以我個人來說有時候很難分辨是要攻擊還是來補充魔力 不過補充魔力在這遊戲的時候還是蠻難的一點 第一關馬場是非常簡單的 第一關馬場是非常簡單的 好那我們拿到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重擊板 在遊戲中所有的道具要嘛不是裝備要嘛就是合成就那麼簡單 說得輕鬆 好可以 那麼 在你的战争 如果你肯定要战斗 我必须相信你能战斗 除了,我认为我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认为不使用他们 对最强烈的东西 正好 让你来到你的房间 它是正面的房间 不过那些 不过那些 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安全室了 那每道新的楼梯 会有新的道具 或者是装备 但是这些都在放我们自己核车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核承式装备 哇,这看起来很难 这就是项目的楼梯 你会管理你的项目、装备和导致 左边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数据 你来到1级3,你会来到1级3,但你会上一步的 你的其他上面身体的数据 相片 ре勿 as well 我的手担信是5,不是5吗? 5,这是个或是5 你 звуч哀啥的 你也看起来5 這裡我們有你的充滿武器 先進去配合我先給你前面的薯刀 如何? 先打開刀,再按按二次 你會配合物件,而且你會看到你的對手增加 好,一開始給我們一個奶油刀 嘛,就是圖奶油刀的,裝上去吧 好,進去武器的盤子,再配合武器的藝術盤 對於是個面位參磳 Americans 於是你之後得到金錢 kin都 swim 近來在外面的點 再來你會找什麼可以使用 升級食材 裡面 am того KeHmm 可以適合理 我給你 submitted 第三jour 에기에使用 好眼光 就會從別人拿到 We'll equip a new spell in a bit. Next pane, please. One type of item you can synthesize are scrolls, which appear here. If you have one, you can pay a certain amount of experience points to either practice or learn the spell. Wait, what?How does paying experience points make any sense? Oh, come on.Does it make any less sense than one single quantitative value accurately representing the whole of your fighting abilities and knowledge? Good point. Anyway, when you learn a spell, you'll need to accomplish some goal, like obtaining a certain efficiency percentage or chaining together a long combo. Each spell will have specific requirements. I guess I'll worry about it when I've got a scroll. All right, last pane. Switch on over. This is the raw materials pane, which will display your materials for synthesis. Pretty simple. Go ahead and switch back to the recipes pane. Boo.Boo.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a recipe will be listed in white. From there, just hit enter twice to begin synthesis. Go ahead and try synthing a black potion. Whenever you're ready. Oh, now we're going to do what's going on. Here you can control the odds of a successful synthesis. The better the odds, the more XP the synth will run you. I won't always succeed. This isn't a second grade soccer league. You'll fail, and it'll suck when you do. You won't lose the items, but you'll lose the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 better the item is, the harder it'll be to synth. Also, you max out at a 95% chance of success. No freebies. Lame. Go ahead and synth this one out. I'll make sure it succeeds. Just this once. Go ahead and try chopping things. Well, there must be enough opportunity to do this command. IEVICS Yes, you soon. Man, you'll notice he's got levels at seven points. It means if you have refined chemistry, then it will not grow. Dinge. When you get the I will set aside as a methyl Крас力 in advance. You know nothing, you don't need to fill it. 所以就讓你通過 這個裝備上去是可以增加兩滴血 所以就好像賣的東西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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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這部門放在這裡 讓你開啟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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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算是魔法的部分 那不管是攻擊啦防守啦 就要消耗一定魔律 沒有魔律的話就無法做任何的攻擊 在上面你會看到所有魔法都在上 你可測試到任何魔法都在這裏 你可測試到任何魔法都在這個清單 請記住你把魔法都在這裏 然後你會把魔法都在這裏 你會把魔法都在這裏 你會選擇的魔法都在這裏 按住兩次,然後選擇的魔法 快點,你會想我把魔法都在這裏 讓我把魔法都在這裏 這邊稍微講解一下 右下角有一個按鍵1 我現在只到這個地方按1的時候 可以讓你做個練習 好了也會有動畫 POWER就是攻擊力 消耗13點魔力 節奏時間是16 那這個是護盾 那這個是治療的 這個是治療POWER 表示可以回22滴血圖用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就是治癒的動畫 那這個是快速攻擊 那這個在出擊當中算是好用 但是攻擊力也算真的很低 他只要按兩個按鍵就可以了 那至於要裝核種 就看自己的機關 那一開始 防霧都有個人覺得說 在這遊戲中效果真的不這麼大 好那他的系統教學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好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 合成這個鑰匙 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即使合成失敗 他的道具也會消失 只會把你的經驗吃掉 直到沒有為止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玩音場 來看看接下來的怪物吧 那這是我們剛剛遇到的怪物 那這邊的 那個 玉璽是可以聽那個 歌曲的那些 節奏啦還有他的音效 那我們換另外一隻來看看 那這隻像聖誕怪獸的 他的節奏是122 我們來聽一下 那音樂有時候 有些 那由於音樂蠻多人吃錯的 那有些很動感 有些就柔和 不過因為我現在等級還很低嘛 我們就來先來玩這隻好了 好 我們可以按理三個了 Fear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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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那有一個缺點是說拿到的道具沒辦法丟掉 所以只能越雷積越多 所以算是一個盲買法的事情 那Before Echo的遊戲平均告一個段落 因為我們主要目的就是拿這個鑰匙 那光拿鑰匙的材料就要花不少時間去收集 還要包括練等、合成、學習魔法之類的 那翻譯的部分我會盡量翻譯 因為這遊戲的英文還真的蠻容易的 那麼遊戲影片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